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林卫华先生 创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 积极为少数族裔发声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 接下来请看 我见我闻我思 天灾人祸 人间炼狱 强大的美国抵挡不住天灾家人祸 德州过去一周之血灾 新冠病毒之攻击 已经夺走50万人之宝贵生命 我们是多么的无奈和卑友 在历史上也写下惨痛之一页 当前所未见的风雪横扫德州大地 包括州长在内的政客们却在推卸责任 并说是太阳能电力一样的祸 市长抱怨州政府根本没有给予预先的警告 缺水又缺电 到底什么人要负起责任 拜登总统在追到去新冠肺炎去世的50万国人时 许多人失去亲人之悲哀 他有如身受之经验 我们的坚信曙光已经在望 我们的国家将会再度迎来光明和微笑 宝贝